跟大家聊聊2021年我们应该怎么运营亚马逊 以前我们运营精品 当然把控好产品是前提 我们这不谈 有了好的产品有了千里 你这个运营不乐 怎么去让它发光发财 其实我总结就是大体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去安全稳定快速的拿回评论 可以粗放的说成 就是寻求一切资源去稳定的测评 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以前推一个产品 新品一个月要拿回上千颗评论 其实都是常规玩法 不是什么黑科技 合并兼实 就是真金白银的真的送 把钱砸出去 就是全美国真人真实的去测评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式 Facebook广告等等 就是推一个先品 先送几千个过去出去 几十上百万先砸出去 就为了拿回千八个真实评论 我说的是做精品的爆品 的玩法 所以以前的玩法就是 谁能快速安全稳定的拿回足够多的评论 谁就有机会抢到前面的位置 OK 那么2021年来的 我跟大家说可能要转变思路了 尤其是那种做精品的 有实力的卖家 就改成追求快速的拿回电单量 为什么 我今天也在那个群里头 跟我我的朋友 就是聊了一些我不成熟的想法 我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我总结的大概有六点 第一点 就是我们以前那种 去安全稳定 拿回上千个评论 其实越来越难了 因为亚马逊抓的越来越严 最近几天我都看到 我群里头原来不但有人说 他们店铺收到警告信 然后也有被封的要写POA 就算你有私欲流量 你以后去测评 其实都越来越难 然后成本也越来越高 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就是因为亚马逊管控这块 所以这一块就已经很难了 第二点 就是早期评论 就是能让我们快速出单的前提下 是能够安全拿回最开始的基础好评的 这两个方法 如果你拿不回来 或者拿的不够快的话 我们自己在做 但是我追踪了很多产品 其实不刷单 就是不去做测评 也能快速的积累基础评论的 就是一个月 也能拿回几十个评论来了 还有就是你 如果真的不这种基础评论 你都没有资源的话 那说明你真的做亚马逊 还需要努力 你还没有上到 第三点 就是亚马逊的rating政策 邀请评论政策 第一个是在弱化review的作用 第二个 是为了 降低我们拿回正规 拿评论的难度 你多出单 你的rating和review 就一定会层层往上涨 我想2020年 我们老卖家都有这个深刻的体会 我们review 我们的review评分数 就会比以前快多了 一下子就 怎么今天又来十几个 过两天又来几十个 所以单量 才是我们现在要聚焦的东西 第四个 亚马逊限制发货 对吧 我们把精力和资金 花在快速多出单上 才能让我们打开限制 然后后续就更好操作 以及降低成本 为什么 那么就不用发海外舱了呀 或者我们发海外舱就少了呀 直接海运就到 亚马逊仓库了呀 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 然后后续也能更连贯呀 对吧 也不用什么小号跟卖呀 第五点 就是以前 你单量上了 你评论 因为美国老美的我们流频率 真是 就是自己去下流频的 那个 那个 意向不强的 流频率都很低的 就所有产品品类 就你 单量上了 你如果纯刷单 你评论不上是做不起来的 那现在呢 你单量上了 评论就会跟着上 排名就会上 对吧 那个电商的底层逻辑摆在那里 那亚马逊就会去推荐你 然后让你出单 让你排名上升 对吧 他不推你推谁 第六点 就是 当然这个 怎么去快速出单方法很多啊 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我也以后可以 总结一下 但是总归来说就是 去出单的方法 大部分 都是安全的 不是说那种你去刷单啊 就你可能通过很多方法 去快速的 去出单 对吧 我们把精力花在怎么出单上 其实无非就是 砸钱与不砸钱的选择 以及我们怎么不砸钱 才能做到的一些探索和实践上 对不对 但至少就是我们安全放心啊 再也不用提前吊胆了 以前 我们这种 尽管你自认为资源很好 但你总归是在走夜路啊 走夜路多了 你都怕遇到鬼啊 对不对 我们然后店铺里头又压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货 那你出问题来 对吧 睡 我们都能睡个好觉 我们这样子做 对吧 也更长远的 是不是我们做亚马逊 所以但是这样子一来说的话 其实也预示着资本时代的到来了 真的 资本来了 为什么 因为砸钱才是最快的 并且很多更多时候 好像也只能砸钱 大家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